2019年11月27号的时候 LINE公告了一个新的讯息 就是说在传送讯息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新增受众对象 那这个受众对象在这边设定 这边有一个受众 这个影片如果你要看的话 详细说明在右上角再去看一下 那我现在来告诉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功能 有一点点像在呼隆我们这些使用者 我们这些店家 因为这个受众功能 你看我在这边 在2019年的11月29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测试过了 然后他这边的状态还是一直在准备中 11月29号发了两则讯息 他到现在还是在准备中 数量这边仍然显示不出来 然后12月5号我又做一次 那我现在再来示范一次 这个受众对象怎么设定的 右上角再建立一次 然后按这边 他有分成用户ID上传 这个很好笑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用户的ID 去哪边寻找 所以这个根本没有用 然后这个是点击再行销 就是说你发出去的讯息里面 如果连结的话 用户点击了 那他会侦测到 点击再行销就表示 用户对你发送那则讯息 那则讯息是有兴趣的 那曝光再行销是说 他有把那个讯息打开 就叫做曝光 那我们选择点击 因为点击会比曝光更精准 因为他有兴趣才会去点击 不只是打开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命运名称 像我昨天是发送这个开课平台 来人包的讯息 然后我这边就按选择 然后这边有点击这个连结的人 有158个 OK我选择是158个 好然后我按一下储存 这样就跑出来了 我刚才的售终名称 就是开个课平台人包 有点击的人 总共170几人 然后现在又进入准备中了 现在是1月1号 早上9.54分 这个数量什么时候会跑出来 真的不知道 好那我就因为11月29号 我就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所以我前几天就上礼拜 有写信去问 得到他的答案 为什么我问他说 为什么一直在准备中 这个数量一直出不来 导致我这边在群发讯息的时候 我想要去选择我的这个 筛选目标受众 新增受众这边 根本没有可用的受众可以去选择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去新增了 然后我就发信去问官方 官方各的回答是这样子 关于您反映受众功能点击数类型的准备状态问题 若您选择群发讯息的点击 卫达系统判定量 将可能导致受众功能持续呈现准备中 所以他意思是说我的点击卫达系统判定量 我真的搞不懂已经100多个点击了 还叫做卫达系统判定量 所以这根本是黑箱作业 他所谓的系统判定量到底是多少 他也没有跟我们讲 由于受众创建将由系统自行计算和判定 所以这个真的是黑箱作业 我们根本不晓得 一百七十几个你也嫌不够 那我的追踪人数有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里面有一百多人点击 这样还不行 然后他说我们无法明确提供您计算的方法和判定量 请您见谅 你真笑的 就是黑箱嘛 此外点击数是依据追踪点击过连接的用户进行统计数值 对啊 刚刚看起来就一百多个 建议您带点击率增加并达到判定量后 方格使用点击数类型受众功能 所以这个我们根本无从得知 然后他又说 您也可以采用TXC档案并分辨上使用者视频码UID名单 透过自行上程使用者清单作为受众的方法 这个我之前就已经问过什么叫做UID名单了 就是这一封信 我在2019年10月29号就已经问过 他又回复了 他说 关于您来信反应预取的使用者视频码UID的问题 就我们确认该功能需透过LineDevelopers管理后台并使用Messaging API技术取得 你真笑的嘛 他释放这个功能给我们 但是又叫我们要用Messaging API的技术去取得 然而应用LineLogin和LineMessaging API与你所提供的服务串接时 我们无法针对个别用户提供合适的建议及使用方法 好笑 我们无法针对个别用户提供合适的建议及使用方法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方法不能用 请根据你的世界类型基金 要么自行设计他会用我们自行设计 快昏倒了 所以目前这个新增受众 跑出来了 刚刚设定的跑出来了 所以上个月是他系统开放的功能之后根本就不能用 所以我再回到收众去看一下 真的跑出来了 166个可用 真笑 你看那代表11月29号到12月5号 我那时候新增的功能根本就不能用 而且那个时候比这个数量还多 那我知道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数量 我看一下 在建立受众后 这是在这边写 若符合该受众条件的好友人数变多或变少 实际传送的群发讯息数 也可能大于或小于此处的数值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数量在准备中或者是可用 这个判定值是他们系统去判断的 至于这个数量到底要多少之后 这边才会显示出来 我目前只知道 166人他会显示出来 那低标是多少 不知道 因为他官方已经讲了系统判定 所以也许这三个是他认为数量不够 所以他不显示 但是到底数量要多少才够 我不知道 好这样 如果你们去根据这个受众去跟我做一样的设定看看 但是之前你要先发送一个群发给所有人的讯息 让他们去点击你的连结 然后再来这边去建立 看看这边数量有没有出现 如果你有出现的数值比我小的话 那请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OK 让我知道你的数量是多少 因为现在真的无从判定 是他们系统自己判断的 OK 好很开心 那这个影片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个姿势对你来说有用的话 你就在底下按个订阅 好不好 我要充订阅数 然后按个小铃铛 小铃铛 也选择接收所有的讯息 那以后要有新的影片上架的话 你就会email收到我的影片上架通知 好我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功能 发出去效果如何 这个属于在行销 也就是说曾经点过这个连结的人 他们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我只针对这些人去群发 第二个这个讯息的话 进一步在行销这些人 让他们加深这个产品的印象 了解这个商品的更多资讯 那这样购买的机率就会更大 这个就是在行销 好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